嗨老師我們這次要回到net的狀況 市府2月1號凌晨派出大量警力 以及黑藝人 好來鎖匠 破開商場的門鎖強行進入 而且他們是拿電鋸鋸開門鎖 然後再換鎖 再匯同一群不明身分的黑藝人 一路停鑒 你知道嗎我後來把這個讀完 我是滿身冷汗啦 他們是從二樓開始 一間一間鋸開換鎖 鋸開換鎖 這什麼攻堅的劇情啊 然後更誇張的事情是 這個人鬼鬼祟祟的這個 穿綠色的這個羽絨衣這個 他竟然是我們基隆衣分局的 分局長林昭策 我覺得現在不要跟我談什麼什麼什麼 分多少錢 我就為一件事嘛 台灣的法治社會 可以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嗎 2月1號發生了這個 大家覺得驚人害人的一個事情 那問題是今天很重要的是 這一位林昭策 大家去看看他的背景 他是在1月29號 從嘉義市警察局 第一分局的分局長 調任基隆市警察局 第一分局局長對不對 所以1月29號 哪一天破門呢 二人一號 三天對不對 今天這個林昭策 他是不是因為 市長幫了他忙嗎 然後所以他必須要投桃報理嗎 所以為什麼 他調到基隆回來之後 三天之後 就開始進行這個那個 去他帶著的去沖場嗎 我們今天的警察是我們的國家公務員 今天這個Net的事情是 Net跟基隆市政府 不是一個公領域 它是一個商務上的糾紛嘛 那你警察怎麼變成為事呢 你變成被謝國良 要你去做就去做 叫你去衝一衝 我覺得這真的是把我們的公領域 跟市民域搞混在一起 而我覺得這個分局長 真的問題很大 因為現在謝國良已經被五個罪所起訴 一個 強制罪 強盜罪 毀損罪 竊贊罪 侵入住宅罪 我們的市長竟然被用強盜罪被起訴 那你警察局分局長 你應該是要去抓強盜 結果你現在也被強盜罪給起訴 本來是捉賊的 現在被做賊 我覺得這個林芬局長 你自己要好自為自 對我這件事情 我第一個我要先定零招策 你警察的責任是保護人民 不是服務權貴 林昭策他已經當了四個分局的分局長 如果他這邊安全下樁 下一個就是當縣市警察局的局長 那你這樣帶隊去做這件事情 林昭策我公開講你該死 lata 大暗 大暗 吉點 大暗 ел時 推測